我國邊境為解封 上週開始開放了商務客來臺 而有學者建議優先開放 歐美國家旅客來臺 入境快篩確認有抗體 入境之後就可以免隔離 另外還有哪些重要的新聞內容 來看以下的整理報導 新冠本土疫情趨緩 三月起邊境為解封 開放商務客來臺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透露 下個月解封策略會更明朗 對此有學者指出 歐美國家的自然感染率超過四成 台灣可利用這點創造雙贏 優先開放歐美人士來臺旅遊 入境快篩確認有抗體 就可以免隔離 不過旅遊業者卻認為 歐美不是來臺觀光主力 建議可考慮臨近國家 例如日本 韓國 新加坡等 優先開放點對點的旅遊泡泡 出國和返台都不必隔離 至於臨近的菲律賓政府則宣布 承認台灣的疫苗接種證明 在入境後免隔離 新加坡政府更表示 由台灣入境者只需要自行快篩 陰性者就可以入境也免隔離 國道警察統計 駕駛沒吸安全帶 發生事故的致死率 是有吸安全帶的3.6倍 尤其高速公路車速快 後果更嚴重 為了降低交通事故傷亡 國道警察3月份展開安全帶大指法 加強攔茶 只要未吸好安全帶就會開閥 後疫情時代 國人喜歡清淨自然 但也履傳山區雜營或遇到暴雨等意外事件 因應極端天氣 氣象局預計5月起事半山區暴雨 國家警報 目前初步規劃以瞬間大雨作為標準 若每小時降雨量達到40毫米 有溪水暴漲疑率就會發布警報 而這項服務現在雙北地區事辦 記者綜合報導